大家好,我是通少,歡迎來到通知廚房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樣做薑汁狀奶 其實不是難做的,但是這步驟有些地方要注意 我們一起去看看怎樣做 好,我們一起看看薑汁狀奶需要用的材料 先把薑切乾淨後,刨皮 把薑切乾淨後,拿去磨 薑切乾淨後,我們開始拿去刨汁了 你看到我現在沒有和它量用多少薑汁 不過,我想給大家一個方法盡量撞出來是成功的 所以現在薑汁的份量是很多的,但不用怕 我們之後先抽酒,然後留下正確的份量 現在,你有多少薑汁在兩個碗裡 薑汁狀奶要求的東西就是薑的白色粉末 即是所謂的酵素 因為如果你用老薑的話,它的醬汁少 因為老薑的醬汁不多 所以你要拿去一湯匙的份量的老薑的醬汁 差不多可以說是跟它裡面的白色粉末 差不多跟你拿兩三湯匙的薑汁的份量 這些山薑的份量差不多 一做到裡面之後,我們就讓它休息一下 讓它白色粉末沉澱在底下 我們就抽到上面的薑汁走 再放正確的份量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時候薑汁是很多的,但不需要怕 你只剩下這麼多薑汁,那怎麼辦呢? 你們可以抽到薑汁之後自己用來炒菜 或者煮其他東西用 但如果你想百分百成功的話 拿多些薑汁就比較有保證 在做薑汁的時候,我們就煮奶了 另一樣東西大家要記得 奶一定要用全脂奶 不要用脫脂奶 也不要加維他命 加其他雜質 最好用普通的純牛奶 我們現在用中慢火 加上糖 一起煮 煮到它的奶 放85度左右 就停了 在我們這些奶還沒煮滾之前 我們就開始處理薑汁了 現在拿回薑汁 我們千萬不要搖到碗 很輕力地 把上面的黃色的薑汁水倒出來 留下大概1湯匙的薑汁 在碗裡 留下大概1湯匙的薑汁 在碗裡 攪拌均勻後 就可以開始撞薑汁撞奶 撞奶之前 我們首先要攪拌薑汁底 之後 一下子撞下去 撞好不要再攪拌 然後我們用兩隻碟蓋著 大概等它10-15分鐘 我們現在撞了薑汁撞奶 已經大概有十幾分鐘 我們就看看它的味道 測試方法 就放在匙巾上去 不沉就可以了 不沉 已經是結實了 麵就已經可以了 薑汁撞奶就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影片 希望幫到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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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